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公海之后 风浪更加厉害 随即经周折 马朗仍然以娴熟的技术使小船得以靠近货轮 协助领航员顺利登船 与船长一起指挥进港 此前一座充分准备的马朗在小船上不时与货轮和岸边联络 提醒附近的渔船注意避让 确保航道安全 在糟糕的天气中 货轮顺利地驶进了港口 傍晚 完成领航任务后 疲倦的马朗还是来到海边 等候出海捕鱼归来的哥哥安妮斯 马朗也是打鱼出身 从小就跟着哥哥在船上长大 今天的风浪较大 尽管收成一般 哥哥能够平安归来 马朗就已经很知足 每次打鱼回来 马朗都会陪哥哥去及时卖鱼 巴基斯坦西部地区 因为交通不便 资源贫瘠 环境复杂 经济十分落后 瓜德尔海域 渔业资源丰富 如果能把更多的鱼卖到东部 甚至国外市场 无疑将提高渔民的收入 但这样 首先要走700公里的陆路 运到该国最大的港口卡拉奇中转 成本极高 瓜德尔港在中国的原柱下兴建 是巴基斯坦的第三大深水粮港 随着港口的运营 渔民们捕捞的鱼可以冰冻处理后 直接从瓜德尔港出口东南亚 中国等地 不仅运输时间缩短 还节省了不少的运费 渔民们的收入也将有很大的改观 尽管港口的运输量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对于马朗兄弟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希望的开始 瓜德尔港的价值远不仅仅是对鱼产品流通的促进 此处濒临阿拉伯海 可以更便捷地连通中东 南亚与中亚 东亚之间的资源和产品运输 成为国际海上贸易的新兴枢纽 目前 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启动 它将连接起瓜德尔港和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 长达3000公里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未来将以走廊建设为中心 以瓜德尔港 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合作为重点 形成一加四合作布局 中国-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是人们跟人们的关系 这是人们的投入 我觉得它会很简单 让中国的油脑从中国的货币 能够通过其他人的关系 这是一个超级计划和计划 在马朗的护送下 完成装卸的货轮再次启航 产自阿拉伯海的海鱼经过冷冻 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它们将很快出现在东南亚时刻们的餐桌上 马朗的技术和敬业得到了领航员的任务 未来往来瓜德尔的航线会越来越多 马朗期待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领航员 引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 让自己的国家从繁荣的贸易中受益 我们知道我们的好方式 我们都是谐的 所以我们请到公司 我们可以课行课 让我们课行课 所以我们能课行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